来武汉的第四天,在梁道街吃了早餐,不行来打卡谭华林。 谭华林是湖北武汉武昌区梁道街的一个老街区,全长1.2公里。 谭华林两边的建筑风格都是中西结合,是大部分名人的故居。 著名作家郭默若,曾作为抗战时期政治部三厅厅长, 在保卫大武汉运动中,每天奔走穿行于谭华林。 他在自传中写道,谭华林这个街名可能与佛教有关, 也就是说,谭华林可能是因为佛教寺院兴盛而得名。 在历史上,能够冠名大的,只有大武汉和大上海,可见历史地位的显赫。 武汉的胡同多分布在谭华林和汉口老租界,总之谭华林是武汉历史的缩影。 要来之前可以先了解一下这里的历史,这是基督教崇祯堂,1864年建成,满墙的涂鸦,拍照很好看, 我好像没有拍到谭华林的精髓,十几分钟就过完了,现在我要导航去武汉大学,我们下个视频见。